T1的中信特工在续约了艾德及克利斯后 7月28号官宣了新球季的第三位洋将 来自瑞典国家队的小拳风飞克 这部影片来简单介绍一下中信特工的新洋将飞克 飞克今年30岁,201公分,98公斤 主要位置为小拳风 飞克在17岁时就加入瑞典一级联赛的乌菲萨拉篮球俱乐部 飞克的第一个球季,场均上场11.6分钟 讲述3.5分,1.2篮板,0.4助攻的成绩 2011年,飞克加入了意大利一级联赛的Beloni篮球俱乐部 开始在意大利一级联赛打球 飞克在2011年仅打了三场比赛 场均上场14分钟,拿下3.3分,1.3篮板,1.3助攻 2011年,飞克加入了同为意大利一级联赛的Avillenos篮球俱乐部 2011年,飞克场均上场27.4分钟 拿下6.3分,301篮板,0.8助攻 2012年,飞克重回了Beloni篮球俱乐部 2012年球季,场均上场19.7分钟 拿下5.6分,3篮板,0.8助攻的成绩 到了2013年球季,场均上场22.8分钟 拿下6.8分,3.3篮板,1.4助攻 2014年,飞克离开了意大利一级联赛 转而加入了意大利二级联赛的Mentoba篮球俱乐部 在Mentoba,飞克开始得到了大量的上场时间 场均上场时间提升至31.2分钟 搅出13.2分,3.8篮板,3助攻的成绩后 昨年2015年,飞克再次回到了意大利一级联赛 回到一级联赛后,飞克的场均上场时间都在22分钟左右 2015年,场均6.1分,4.2篮板,1.1助攻 到了2016年,场均3.9分,3篮板,1.3助攻 这也是飞克在意大利联赛的最后一个赛季 2017年,飞克回到了篮球生涯的起点 瑞典一级联赛的乌克萨拉篮球俱乐部 17.18年赛季,飞克在瑞典联赛 角出场均18.5分,6.4篮板,3.9助攻的成绩 球迹中便被发甲的Olympic MT签下 飞克在法国联赛打了三个球迹 场均上时间在22-25分钟 17.18年球迹,场均7.7分,4.5篮板,2.6助攻 18.19球迹,场均6.8分,3.8篮板,1.9助攻 19.20年球迹,这也是飞克在法国联赛的最后一个赛季 场均7.2分,4.3篮板,1.9助攻 2020年9月,飞克再次回到了瑞典联赛 加入了SBBK 回到瑞典联赛后,飞克以场均20.3分,9.8篮板,2.7助攻的成绩 拿下了干年瑞典联赛的MVP 也在2021年加入了瑞典国家队 2021年9月,飞克加入了罗马尼亚联赛 但飞克在罗马尼亚联赛仅带了一个赛季 留下场均11.2分,5.5篮板,1.8助攻的成绩 2022年,飞克代表瑞典参加了2023FIVA世界杯欧洲御群赛 7月3号,瑞典在小组赛中对上Luca Dungich带领的斯洛维尼亚 飞克以先发小前锋的身份出赛 对位的正是同样以小前锋出赛的Luca Dungich 整场比赛瑞典与斯洛维尼亚打得有来有往 直到第四节末段才分出了胜负 中场瑞典以81-84,惜败斯洛维尼亚 飞克在比赛中,已拿下了5分,9篮板,2助攻 而Luca Dungich则是恐怖的31分,10篮板,6助攻 2022年9月,飞克再次回到了瑞典一级联赛的沙拉篮球俱乐部 不过飞克仅打了9场比赛 场均拿下了24.1分,7.7篮板,3.8助攻 看似成绩不错,但这9场比赛中,球队仅拿下了2胜7败 后年11月,飞克使用了合约中的国际条款,转战布兰联赛 飞克在不然联赛,场均上场28.3分钟,较出11.1分,4.9篮板,2.3助攻的成绩 随后加入了T1的中性特攻 以上就是中性特攻新洋将飞克的简介 有如魔传出,中性特攻没有留住上一季的洋将金恩 但以中性特攻的欧陆球风来说,飞克或许比金恩更适合中性特攻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